不過這邊盧秀燕市長做這樣子的政治決定 我想請教一下主席怎麼分析 這樣前一天 這個去簽 這是國民黨自己提名的候選人林庚仁 隔不到24小時 馬上接待了高鴻安 高鴻安說他是用委員的身份來台中交流 這個主席你敢相信 選戰剩下不到50天 這個我記得20015年的時候 我來民視 那一次那天剛才好像四大運 柯文哲叫警方把獨派的旗子都等到垃圾桶 那時候過沒多久我就分析說 這個柯文哲已經開始在搶藍色的票 其實從那開始移到現在 這麼多年了 其實已經開始了 這個效應已經出現 你說盧秀燕去停高鴻安 這不是政治陰謀 這整個那一塊 他們的選民是同一塊的嘛 就是比較泛藍的 老實說在柯文哲第二次選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還有點混亂 有的民進黨的人也投柯文哲 現在沒有了 現在民進黨回到自己一塊 可是藍的開始在分說柯文哲好像比較有未來性 然後國民黨又說起來國民黨自己有很多失策 你同樣我認為國民黨的領袖 你現在在共會你嚇台灣的重甲 你就站在台灣人這邊嘛 你不要一直去拿共會來講話嘛 你跟我們在一起 他都投得下去啊 好 第二個 你又出了一些很怪的人物 你說蔣萬安 什麼叫大家去做什麼深蹲喔 要20個 為什麼不是蛙跳呢 為什麼不是福利挺身 為什麼不是倒掛金鉤 真笑 老百姓聽不懂嘛 你都出出這種的 那整個聲望一直會往下掉 掉的結果那個泛藍的 或者有一點白色帶點藍色那種選民 他覺得好像柯文哲比較好 技術看起來也變得比較聰明 這就糟糕了 這板塊移動 所以會把國民黨滅掉的不是民進黨 民進黨頂多就是讓他變成在野黨 在野黨還是第二大黨 還有機會翻身 那如果民眾黨拉高了 把國民黨邊緣的話 我跟你說 從此國民黨在台灣的政治上面就消失了 他變第三黨 第三黨就變得稍微動 稍微動很難經營 雖然國民黨老實講 他的地方的樁腳 實力財力還是很最強 台灣最強還超過民進黨 但是經過這個柯文哲這樣一折騰 藍白混合之後 我跟你講不只這一件 很多我們都看得出來 地方上根本就 台北市議員也很多是跟那個 黃珊珊站在一起了 國民黨的都站在 這個是一個全國 現在都不避險了 這個是全國普遍的現象 藍白河 然後藍的票被白的吸走 這個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 要很小心